大家好,我是阿旺,是阿旺 今天阿旺有空無聊,家裡有很多人 阿旺想放鬆自己,所以今天想住一晚酒店 我們來探討一下這間酒店有什麼神奇的事 和間隔的樣子是怎樣的 記得看之前,記得訂閱和按讚 我們來到這間酒店 這間酒店是這樣的 剩下的玻璃 進去,廁所有滴滴滴滴的聲音 打開這裡 也有燙豆、燙板和衣服 標準不配電視機、床褥、枕頭、桌子 看外面的景色是開陽鮮 也看到墳墻 在這裡住一晚幾千,是一千多元 阿旺通常都會檢查一下 枕頭、床墊有沒有洗過換的 所以大多數都不會觸摸它 其他大致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通常都會檢查一下酒店的毛巾 因為毛巾真的是很邋遜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阿旺都會檢查一些毛巾 因為毛巾是 你始終都是用來抹身的 毛巾像算可以 他還要準備兩支杯 兩支水 給我們的 看看阿旺今晚入住一晚究竟是什麼現象 明天再報告一下 其實阿旺又發現一些很恐怖的事 好像阿旺出去了 無緣無故病缸 在房間裡 如果今天阿旺真的約了一個女生 約了一個男生 在房間裡拍拍拍的時候 突然沒有聲音衝進來 沒有給你什麼反應 所以住這間酒店的時候 記得關門鎖 如果你說整體住的話 那可能冷氣不夠冷 廁所會滴滴滴滴滴滴滴水 即是會比較吵的 難以入睡 那現在酒店如果你說評分的話 其他設施其實都還好 如果你說評分的話 旺備2.5分或者3分之間 那如果你說客不客氣住呢 那真的可能房間之前 檢查清楚冷氣到不冷 水有沒有滴滴滴滴 因為水滴滴滴滴 和冷氣不冷 會造成一個很難入睡 你也知道阿旺是個肥仔 肥仔一定需要冷氣 或者風扇才入睡 加上這個是一個很密封的空間 加上阿旺發現 昨晚阿旺去吃宵夜的時候 就有個阿叔 就跟我吹水 因為阿旺也很喜歡吹水 聊天聊到 原來黃都 即是這間酒店 都有很多無雞工作者 無雞工作者是什麼 阿旺就不多說了 那你要想 如果無雞工作者 一天接十個 那她的床 就有十個人睡覺了 如果她做七天 就有七十個 那你要想想 如果床 被這麼多人睡覺 她的工雞的尿液 做的床單 你還敢不敢睡 今時今日 但今時今日很多酒店都是這樣 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 如果你想沒有的話 選擇乾淨和保安嚴密的酒店 就像賭場那些酒店 因為這裡的酒店 其實不用用門卡都可以上來的 所以其實什麼人都可以進進出書 這方面都要一個考量的重點 今天阿旺住酒店的視頻 實測到這裡 如果你有興趣 和阿旺聊天 都可以留言給我的 今天視頻到這裡 各位拜拜